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分享西西家所一路走过来 高山低谷顺境逆境 甚至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他的逆境 他的不顺利 但是在不顺利的过程当中 他怎么样经历神 他越来越多认识神 那个神对他来讲不只是一个宗教里面的神 而是我在天上的神 我在天上的父 我也奉主的祝福你 各样的难处临到你的身上不可怕 因为主的能力远远大过你的难处 如果你的一种 比如说我们这样举例好了 你有一个很大的债务 你觉得天天看着债务担心得不得了 但是你爸爸的能力远远大过这个债务 你的债务可能是上亿 你爸爸是上百亿的大富户 你担心什么呢 而且他爱你 他答应你 他替你解决问题 但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分享 天上的爸爸 天父他爱我们 他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接管我们的难处 但是他也叫我们去尽本分做该做的事 如果我们什么事都丢给神 然后自己就什么都不管了 真的 那样的爱是溺爱 那样的爱只会养成一些所谓的 好像我们开玩笑讲说 有一些富家子弟的二代 什么事都不管 反正就是吃我爸爸的 可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今天我相信非常多富家子弟 他们懂得怎么训练他们的下一代 以至于下一代可以比上一代做得更好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 神愿意挺我们 接管我们的难处 但是他也训练我们长大成熟 承担责任 面对问题 做该做的事 以至于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成为可托付的 他把一些任务交给我们是可托付的 而不是那个什么事都不能交代给他 交给他他永远做不好 上帝要我们长大成熟 在神的恩典里面 谢谢主 而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说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往下扎根 然后你会看见 这些你的努力会有结果 向上结果 然后最后神说 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耶和华的热心 那个热心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 你可以想想我们讲说 那个人好热心 说什么事情 人家的事他忙了 我告诉你神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神不是那种冷冷的 哥那儿 放那儿 我有空管你 你不是 我再看看 不是 他的热心 那意思是什么 神非常想要帮你 神非常想要接管你的问题 神非常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 神很期待 走过了这一段 看起来好像是死因幽谷的路 你的生命长大成熟 因此 烟华的热心 不是冷冷的 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烟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